知名二人传演员孙小宝 开直播对赵本山的二人传表演 做出了评价 称自己的二人传比赵本山的正宗 此言一出 便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他毫不避讳地讲述 自己当年在东北三省的知名度 以及作品的惊人影响力 丝毫不输赵本山 必要网友来东北打听打听 有没有人不认识孙小宝 他还称赵本山二人传水平很一般 主要赢在机遇 如果不是碰到江坤老师 赵本山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孙小宝的言论 让不少喜爱赵本山的朋友 表示无法接受 很多人认为 他这样评价前辈有些自不量力 作为晚辈的孙小宝 对前辈赵本山少了些尊重 更有网友认为 如今没什么热度的孙小宝 是在直播间内 进入吹牛行为 为自己换取点关注 与近期赵本山种弟子的行为 简直如出一辙 为了给自己长热度 选择不择手段 敢这样说话的孙小宝 有啥来头 在直播间里 装赵本山二人传水平 不如自己的孙小宝 到底啥来头 他曾是春晚孝心 被称为东北三宝之一 能够和赵本山 并称东北二人传三宝 孙小宝实力可见不一般 16岁开始二人传 那时的孙小宝 凭借自己诙谐的形象 深入人心 在东北可以说是妇虏皆知 这样的名气 让他有了登上春晚的机会 于是在2005年的春晚 孙小宝 魏三和李勇 共同合作小品 明日之星 他的看家绝技 看在台下观众拍手较好 而孙小宝细耍李勇的表演片段 更是成了春晚历史上的 经典场面之一 这次春晚成功让他的名字 被全国观众所述之 至此 孙小宝迎来了他的事业巅峰时期 这也让他变得目中无人 认为自己的业务能力 远在赵本山之上 孙小宝在直播间内的话 也并非空穴来风 是想 早期孙小宝在东北三省的火爆程度 几乎成为众公司 以及晚会利益的嘉宾 所以 仅凭二人转业务水平 来评判孙小宝和赵本山谁杠厉害 这显然是有失功运的 换句话说 赵本山确实是从摔三弦那里 被江坤发现并邀请上春晚 之后一炮而红 赵本山的成功 与他的人生机遇有着直接关系 但他过硬的业务水平和表演能力 是他能火遍大江南北的前提条件 孙小宝如今来评价赵本山的水平 不得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蹭热度来了 而当年 孙小宝为何三次拒绝赵本山的收徒 直播间称 赵本山二人转不如自己 巅峰时 三次聚进赵家班的孙小宝 如今过得怎样了 当年 在孙小宝春晚表演结束后 赵本山专门找到他 想收他为徒 可是却被孙小宝给拒绝了 而他的原因 则是因为自己不想被管束 孙小宝的妻子也说 当名人炒作绯闻太累了 那个时候的孙小宝 正是意气风花之时 尽管赵本山三国茅庐 都没能得到他的同意 甚至 有公司找他做光盘 这么大一笔收入放在眼前 孙小宝却不感兴趣 不得不说 那时的他十分受人敬佩 当孙小宝一夜之间 红遍全红时 但他并没有因此膨胀 而是又回到了和平大剧院 安安心心地当一个二人转演员 而另一边 赵本山成名后 一直致力于壮大赵家班队伍 他开始力捧自己的徒弟 随后 小沈阳就以小品 乌煞钱成功打响了名号 并将东北二人转推向新的高度 成名后的小沈阳 开始全国巡演活动 事业也就此节节攀升 反观暗于现状的孙小宝 却开始走向下坡路 一直守在剧院演出的孙小宝 很久都没有新作品问世 长此以往 观众对他的新鲜感 逐渐被消磨掉 转而 把目光放到了小沈阳等后期 织秀身上 现在二人转演员层出不求 孙小宝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热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确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快乐 如今为了生计 孙小宝不得不打破原则 进行商演和活动 甚至也开始直观蹭热度 曾经能和小沈阳齐名的二人转演员 如今竟落到如此天地 令人感慨万千 对孙小宝和赵本山之间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江山父老弄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